大家好,我是阿龍 關於有很多溫溪,都問我一個問題 密溫適合什麼時候人工溫泉呢? 其實人工溫泉呢,建議大家都是在大流密期過後分別的好一點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大流密期等於是打完密了 現在那個溫量肯定是很厚的 一般蜜蜂也比較多 不同的地區啊,那個蜜蜂有環節的速度不同 像我們廣東跟廣西的地區呢,現在屬於渡沙 準備將近秋晚 但呢,湖南的地區也有不同 湖南廣山區的地區,他們那邊是沒有渡沙的 他們那邊,夏天的時候呢,也有蜜緣,直接連續到秋天 秋天五倍級的話,可能也是停過二十天左右吧 不像我們廣東一停停一個多兩個月那個樣子 因為我們廣東那裡六月到七月一號的時候呢 大流密已經結束了 等於說廣東兩個月兩個月幾乎外面是沒有什麼蜜緣了 而且外面又沒有多少蜜 因為為什麼那個夏天的時候那個蜜緣並不多呢 因為夏天的時候雨水充沛啊 很多那個急物啊,像那個鬼草針,它也有一個特點 鬼草針呢,它呢,雨水稀小的時候呢,它就長那個蛙出來 雨水過多了之後,它就急長苗,就不長蛙 那個苗長了很多,但它不長蛙 就是說像我們種瓜一樣 種瓜的時候呢,雨水比較多的時候呢 那個瓜幾長苗就不長蛙 啊,就是這個原理啊 啊,你看現在我們轉過來看一下那個鬼草針那個蛙很少了 鬼草針那個,在那個苗長的那麼旺盛 啊,雨水充沛,只有那麼一點點蛙太少了 啊,那個蛙太少了 啊,如果人工開群呢,啊,最好是碰見大流蜜結束 剛好是人工開好群,開好群以後呢 啊,等待,就是說外面還有一個大蜜緣 就像,就像,繁殖一個大蜜緣,幾乎是滿鄉的 好不是像,像現在,湖南的地區一樣 湖南的地區全部是六七匹翁 啊,或者八匹翁,十匹翁 啊,人工開兩群 啊,到人工分開兩群呢,以後呢,過一段時間呢 他就變成了兩群,剛好是,啊,九月初的時候 五輩子,啊,開始流蜜,有蜜,有蜜,有蜜的話 到時候呢,兩窩蜜蜜都差不多了 啊,那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上這個都是人工開群的,啊,都是兩箱靠在一起的 啊,兩箱靠在一起的 啊,這邊呢,也是,啊,人工開群 這邊呢,也是人工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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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邊呢,也是,不過這裡擋住了,兩個箱 都是人工開群 人工開群呢,正好是 就是,風,風群爆香的時候 啊,吹群是最長的時候,是人工開群 然後開群以後呢,啊,就如八皮翁 每一窩一窩,四皮翁那個樣子 四皮翁呢,啊,有一邊有蜜,有一邊有蜜 有一邊有蜜蜜,有一邊有蜜蜜 放到蜜蜜,放到蜜蜜的話,先往周圍啦 當過一段時間,大蜜蜜來了 好像呢,上了湖南地區那個五倍級 一,啊,開始蜜蜜的時候 有蜜蜜,有蜜的話 四皮翁的話,可能五倍級 結束了,兩窩 可能兩窩蜜蜜蜜變了六七匹去了 原來一窩八匹翁 啊,變了兩窩翁 加起來,變了十五匹去了 等於說兩窩翁,原來那一窩翁 如果是不分開它 啊,它果然就挖長到六七匹翁 七八匹,它就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啊,蜜蜜就是這個樣子 啊,如果是你要想溫蜜的話 人工溫蜜的話 還是進行,風量比較厚的時候選擇人工溫蜜 不要說風量小的時候選擇人工溫蜜 風量小的時候,人工溫蜜是不太適合的 啊,所以呢,有很多人都說 人工溫蜜要選擇什麼時候 其實,啊,我們廣東的地區呢 可以選擇在那個清明 清明以後可以人工溫蜜 到了五月溫的時候可以人工溫蜜 啊,到了六月 底的時候,七月一號的時候 也可以人工溫蜜 啊,到了年底 鴨角木東蜜 啊,鴨角木東蜜前期的話 也可以人工溫蜜也可以 所以人工溫蜜也沒有溫什麼時候 啊,只要是看你 啊,自己選擇吧 好了,今天的視頻已經到這裡為止 喜歡我的視頻可以點關注 點贊,轉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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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